我是Joseph,是健康安全環保署,我是1991年,創校那年加入科大,至今差不多有25年了,当时做的决定都不是那么容易的, 因为当时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0年,都建立了一定的基础,我说要回来香港做工的时候,其实家里人都有很多反对声音,但我觉得人生应该要追求一些有意义的东西,就不只是要一些名成利就的事业, 我觉得我回来真的创了一些事业,为香港,甚至乎地区做一些贡献,所以我决定这个是对的,所以我就决定回来了, 其实你做这些高科技的研究,一定要配合那个危害的评估,控制,确保我们做的工作不会对学生,同事社会压力有一些负面的影响, 其实我们的工作果效,我都觉得很有满足感,因为在过往的20多年,我们都栽培了很多这方面专业的人士, 我们的工作其实都是影响,除了影响香港之外,其实整个大中华都有帮助的,我觉得, 好像在沙士的时候,我们将这个危害控制的意识,就同意管局去分享, 就在源头那里控制一些BioAerosol,就是等到那些病人,医护人员就不会那么容易受感染, 就好像我们最近香港发生的沿水事件,其实我们学校在20年前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, 已经做了很多措施来确保我们校园里面的饮用水是安全的, 我们有些同事、学生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, 就我们将它输出去世界不同的地方, 好像加拿大、美国,甚至沙地、阿拉伯都有我们的同学同事, 在那边来将我们的知识来服务当地的社会。 我祝愿科大在同时努力创立的基础上,继续努力再创高峰。